究竟是谁?是谁破坏了我的家园?让我的村民无家可归 哦,哦,哦,是我自己,那,那没事了 今天是我来的这个世界的第109天 因为无法获得三叉戟而在这里自甘堕落 呸呸呸,而在这里开发房地产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觉得我们这个村庄少了一些信贷感 比如喷泉什么的 试想一下,如果我的村庄正中央有一座喷泉 这为鸟语花香,这为阴阴艳艳艳 那岂不是超漂亮的 没错,我今天就是要来造一座全世界最高的喷泉 众所周知,我们这个世界是有高度限制的 而我今天要做的,便是在世界的最高处 躁遇做喷泉 怎么会有僵尸猪人跑到我村子里面撒野 喂,我本来是不想对你动手的 可你居然做了这样的事情 猪人克人猪不克人,猪头克人萝卜不克人 我最讨厌这些破坏家园的东西了 诶,不对啊,我是不是还可以把僵尸猪人推进我的游泳池 把它进化成逆尸猪人什么的 然后掉落三叉戟 哇,下次下次,下次一定不会错过这样的机会 你在想,Bitch 好样的,在这个阳光明媚且风和日丽的超级大晴天 这么一个平凡的日子里 我要做一件让整个世界都觉得今天不平凡的事情 我选一个合适的地方 开始建造我们的世界第一喷泉 就是这个地方 我要做的事情呢,其实很简单 不停地使用原石方块将刺激打得更高 直到这个世界的最高处 传说中的256个天堂 目前还有很长一些距离 我们加速 就如大家所见 我现在所守的位置,便是这个世界的顶点 教伴们有没有发抖的感觉 而我现在要做的呢,很简单 去掉一个方块以后 换上海金灯 在海金灯上面浇上一桶水 我水呢 喂喂,不要开这种玩笑 这种对方上来第二次 你们知道有多困难吗 这桶水就这么消失在虚空当中了 不能因为到达高度限制就这么坑我吧 不需要啊 谁笑谁的作业就超级加倍 你们以为我就没办法了吗 传说中的 去桶水就能爬成捉木拉玛风之 MC特性之水桶爬枪 不要以为我会被难倒在这种小场面 堂堂同龙勇士 要是拿这种小场面都没有办法 以后怎么在你面前吹牛 以后怎么给你们展现真正的技术 哎,总算上来了 这次我学聪明了 再次给喷泉下降一格的高度 这样一来就完美无瑕了 让我们下去把这个喷泉给围起来吧 不然让水流一直蔓延的话 包炉屋子给淹没就尴尬了 看,经过我的一桶胡乱装修后的样子 我去稍微高一点地方 看看它的全貌吧 要是在晚上的话 这个世界第一高喷泉甚至还会发光呢 这些海景灯好丑啊 不要再周围影响喷泉的颜值啊大哥